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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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新媒體 今天我們就想了許多地方的點子 要來錄這個林毅傑這一節的氣象 結果想了老半天想到哪去了 現在居然想到了 我們中天的主控的走道這裡 所以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喔 這走道非常的大 不過好像沒幾個人在走耶 因為我在拍這個錄影的時候 沒有人敢走過來 全都跑光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你就上網看喔 看新媒體才會看到我們的主控喔 看到沒有 夠大吧 原規正傳啦 就來講林毅傑了 林毅傑他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開始呢 逐漸的就已經進入到了 這個新疆的這個位置了 那進到了新疆之後呢 當然新疆產最多是什麼 水果 現在許許多水果都在新疆啊 什麼哈密瓜葡萄啊 這些都是在新疆這些地方 因為最主要呢 這個地方現在是整個大量的農作物的產地 所以你注意看喔 包含許許多多的葡萄乾喔 葡萄乾的那個產地都是在新疆呢 倒是啊 林毅傑到了新疆之後呢 在禮拜天的時候 天氣狀況來說還不錯 但是他會發現到 怎麼溫度越來越高 因為剛好有高壓在附近 所以呢 到了禮拜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溫度甚至會達到 34甚至35度以上的高溫喔 但是要注意喔 在禮拜一之後開始啊 北方會有一道低壓帶 剛好要下來了 所以呢 相對的就會有些真雨的狀況發生了 時間呢 會在禮拜二的時候呢 就會有些短暫雨 不過下雨的時間並不會太多 大概就只有一天到一天半的時間 之後天氣就開始好轉了 所以呢 從禮拜三以後天氣開始好轉 禮拜四到禮拜六的這段時間來說呢 又是回到一個晴朗炎熱的天氣 但是你要注意喔 新疆它這邊喔 到了晚上的時候啊 它的溫度的掉下來之後的感受起來 其實還蠻舒服的 不像我們台灣啊 台灣的濕度實在是太大了 像這幾天啊 午後正雨下的滴滴答答的 大家都覺得很煩喔 不過在林毅杰呢 在新疆那個地方的話 是一個乾燥的地區 水果產量很多 不知道林毅杰會邊跑邊偷吃水果 這我們就不知道 到時候要看我們的攝影在那邊拍的結果 才會知道了 不過呢 林毅杰從新疆之後 開始在逐漸的往東的方向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他就會注意到 大陸現在到了七月八月以後 開始進入一個火爐的城市的時候呢 溫度可是 尤其是七八月是越來越高呢 所以呢 林毅杰在往東的方向移動的時候 他相對的這種悶熱的程度 在過了新疆之後 就會開始感受到了 不過新疆啊 我告訴你啊 實在是太大一塊地了 他慢慢跑吧 那當然我們為他加油了 我給你一點點 我給你一點點 我會好好吃 在這裡 這次我一定會有其他大一塊地了 的朋友 這個人請到這裡 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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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鍋